大家好 我是胡耿毅 什么是艺术 小明有一天去精神病院找他的医生朋友 两个人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病人 手拿钓杆 对着一个空的水缸在做钓鱼的姿势 这个时候医生就跟小明说 等一下你不要乱讲话 他具有攻击性 小明知道情况之后 他就想要安抚他 他就对这个病人说 你今天钓鱼钓得如何啊 收获不错 这个病人就一抬头就很生气 就对这个小明说 什么钓鱼 你没有看到根本没有鱼吗 我这个是在做行为艺术 不管这个病人有没有病 在不了解艺术的前提之下 的确很多人都会认为搞艺术的脑袋有动 那艺术的范围包含很广 那由我们所知道这个八大艺术 文学绘画 音乐舞蹈 雕塑电影 这个戏剧 还有这个建筑 那后来呢 多元艺术的出现 这个观念艺术啦 科技艺术啦 AI啊 装置艺术啦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行为艺术 等等呢 都不断的在挑战艺术理论所能够定义的这个界线 那这个往后我们艺术讲堂所讨论的范围呢 就是在平面绘画艺术 那今天呢 就先进行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